美女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她了 我真知道受不了了 你们什么时候赶紧走 我就先走了啊 哎呀 车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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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车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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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丈夫 不顾家人感受 喝酒喝到连命都不要的 你是没有这样的酒鬼吗 今天这单真是让我长见识的 美女说她跟她丈夫是通过亲情介绍的 丈夫比她大12岁 本以为岁数大会疼人 谁能想到天天喝的都不成人样 家里人多次劝主都没用 耍起酒疯连自己父母都打 她母亲都让她气得脑输血了 大哥还嚣张了跟美女说 再管我喝酒我就连你一起打 家人们 这种男人一般都是用什么词形容他来着 你们现实生活中有遇见过这样的人吗 美女还说 刚结婚的时候 大哥就愿意领一帮朋友到家喝酒 哄着她说着好话 让她做点可口的饭菜 美女也没多想 以为偶尔拒绝就算了 可没想到更过分的事还在后面 大哥几乎天天领朋友到家喝酒 后期直接命令 不服从就要打美女 你们猜猜大哥为什么这么做 说出来多让人恶心 因为她觉得这样 在朋友面前更有面子 家人嘛 你们能不能以过来人的身份 给未婚的小姑娘提供点经验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值得托福一生 从油烟机上 厚厚的包肩就能看出来 美女真没少给大哥做下酒菜 真是不敢想象 美女是怎么忍受下去的 厨柜里面也是容易忽视的卫生死角 你家厨房卫生也这样吗 灶台上也是平时做饭留下的痕迹 都风干清成油垢了 跟焦糖似的 想不想来一块尝尝 借着大哥家的厨房 给屏幕前家人们提个醒 摆病从口入 厨房卫生一定要及时解决 你家平时都是谁打扫呢 像这种油屋都是怎么清洁的 柜子上的油渍也不容忽视 像我们擦这样的油屋 就跟擦玻璃一样简单 你们平时在家都是怎么打扫厨房的 如果你家厨房也有油屋问题 那就点击头像 进我直播间吗